网络上网友疯传宗教团体的集会活动 质疑内容的真实性 因为过去神明代言人基同都是神明附身 但这回影片上面却是把活人的灵魂给找来 而且声称是蔡英文总统郭台铭 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可以找来上身 请小英总统的您来与各位结缘 宗教团体活动说邀请蔡英文总统蒂林 阿仁呢 宣称蔡总统的领导场 就连已故的蒋经国总统也请来了 说是领体上身 网友看到影片 还以为是宗教模仿秀 说老师很不敬业 蒋总统的相应怎么都没有 不止台湾总统 美国总统川普也来了 民众看完影片第一时间都觉得 完全不会相信 就很傻眼啊 不是有蔡英文这个人吗 他怎么可能有上身 不相信啊 真的吗 真的荒谬 不止一般民众不相信 民俗专家看完影片也质疑真实性 要把你一个人的活人的灵魂把他调出来 他就有办法马上调出来 不可能 邪派的邪教的这种所谓的无坦之收 有没有这么神通广大的能力 我们照着网路登记地址 到宗教团体挥在北市中山区的总部 大门深锁 附近社区保全说 中日下午才是他们的活动日 电话求证工作人员表示 老师不在不便回答 宗教信仰见仁见智 但宣称活人灵魂都能掉来上身 仿佛神鬼八点党的剧情 也难怪引发质疑 三选台北总统川普岛 而这个宗教信仰 每一次进行仪式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群人穿军装 手拿金斧头出现 起底这个自称是玉皇大帝的 接班人林吉雄 他曾经当过内政部的咨询委员 而实际来到这个宗教的新殿道场 附近民众说 曾经看信徒呢 巴着领袖的鞋子不放 他们的仪式相当特别 踏着整齐步伐走进会场 头戴高帽 身穿绿军装 加上白色裤子 仔细看每个人手上都握着金色斧头 一样要献花献果 还得喊口号 这是圣皇新天宫的仪式中 最有看头的自闯乐仪队 不同服装还有不同功能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来到 告别试会场 一对结合信仰花招百出 圣皇新天宫圣堂 情安仪式不能少 这名教会领袖林极雄 自称首席创教主 走下台挥挥手 像是皇帝见百姓班 他说自己是接替玉皇大帝的位子 号称世界法王 但经过调查发现 他还曾经是内政部宗教事务咨询委员 我事后感觉是骗去的 2006年他去参加一个 小活佛的认证仪式 事后却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当时就曾经上过新闻版面 实际来到圣皇新天宫的法王厅 就在新北市新店区西远路上 住上混合大楼 门禁森严 到处都是监视器 虽然台湾有宗教自由 但不寻常的宗教言行 被抛在网络上 再度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三级官影有没有相信没报道